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5日 在白宫举办第二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 试图在美中抗衡的背景下 拉拢论坛18个成员国加强与美国的合作 而在会上拜登也宣布与库克群岛和纽埃 两个南泰岛国建立外交关系 我们有一个机会 白宫表示今年论坛的重点会在气候变迁 经济成长和对抗非法捕鱼等议题 根据一份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 太平洋岛国受海平面上升的威胁 比其他地区还多 因此美国如何应对气候变迁 是对这次多数的国家来说 是相当切身的问题 拜登在会上极力拉拢区域盟友 然而有专家认为 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 所投注的资源尚有不足 一些国家恐在中国的利诱下 和美国的关系松动 例如美国与帛琉、密克罗尼西亚 和马萨尔群岛签订的自由加盟协约 将在今年9月到期 然而马萨尔群岛至今 仍因不满意美国的核污染赔偿措施 还未续前 有专家警告 美国如果要有效遏止中国 在太平洋的势力扩张 不只要更频繁地与岛国交流 也得更有诚意地回复 各个国家的需求 欢迎新闻发言之综合报导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 欢迎一把转